你敢想象吗,志愿军曾经有一位战士身患重病依然上战场杀敌,凭借一柄弯折的刺刀连续刺杀六名美军,还吓得另外七名美军跪地求饶,打出了让人热血燃烧的一战,被誉为志愿军中的传奇兵王。 那么,这位志愿军战士到底是谁,他是如何创造如此惊人的战绩的? 本期为大家讲述志愿军战士崔建国背后的故事。 崔建国,1928年出生于山西省高平县,18岁那年他毅然决定加入解放军。 在解放战争中,崔建国历任禁忌鲁狱野战军第九纵队26旅战士副班长、班长,追随刘等大军南征北战,在淮海、渡江、剿匪等战役中,因作战机制勇敢屡剑齐功,荣获孤胆英雄、排雷大王等称号。 而等到1951年3月,此时的崔建国已经担任志愿军第15军44师130团九连侦察排长,并且在入朝后的首次战斗中就立下一件大功。 当时,15军即将举行一场对敌攻坚战,身为侦察排长的崔建国,就带领全排提前对志愿军的攻击通道进行安全排查。 结果一查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通道山口处竟然布满了敌人悄悄埋下的地雷。 此时,如果返回通知工兵部队前来排雷,势必将延误总攻的发起时间。 但如果不尽快排除这些隐患,又会导致志愿军主攻部队还未交战就损失惨重。 于是,在情急之下,崔建国竟然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就开始徒手进行排雷。 令人吃惊的是,排雷大王果然名不虚传。 崔建国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就一共排除了32颗地雷,成功为主力部队打开了进攻通道, 总攻如期展开,最终获得胜利。 此战后,15军军长秦基伟对崔建国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表扬, 激动地称赞他,无论在解放战争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都是无所畏惧的孤胆英雄。 不过,这其实还不是崔建国最辉煌的战绩。 就在两个月后的一次战斗中, 崔建国竟然拖着病区刺死六名美军, 吓得另外七名美军跪地求饶,英雄之名再次传遍全军。 1951年5月16日,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 崔建国所在的130团奉命穿插到大水洞一带, 负责将通往洪川的公路切断, 从而使美军两个师之间无法协同作战。 而崔建国的侦察牌就作为尖刀部队, 肩负着最艰难的突破任务。 大水洞位于朝鲜中部的昭阳江南岸, 纵深30里, 这里山高林米地形复杂, 附近是宽阔平坦的红林公路, 也是联系美韩两军的一条重要交通纽带。 因此,美军为了守住这块新藏地区, 特地交给战功显赫, 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二师第38团负责守卫。 该团的指挥部和炮兵阵地, 还有预备队也都驻扎在这里。 但在得知任务的难度后, 崔建国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再三向上级强烈要求亲自带队。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崔建国还患着严重的肺结核, 这是一种慢性呼吸道疾病, 严重者会侵及许多脏气, 因其肺组织坏死形成空洞, 导致大咳血, 甚至造成窒息死亡。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来看, 算是极其危险的疾病之一。 自从患上这个病后, 崔建国时不时就会大口吐血, 但为了顺利完成任务, 他还是毅然拖着病区, 亲自带队指挥。 当晚天黑后, 崔建国率领全排经过四十多分钟急行军, 顺利摸到美军的第一道防线处, 在穿插过程中, 为了避免自己因咳嗽被敌人发现, 崔建国特地找了一段削掉皮的树枝咬在嘴里。 找到美军的哨所后, 崔建国立即指挥战士们, 用刺刀干净利落地干掉对方哨兵, 为后续部队排除了一份障碍, 然后继续前进。 然而, 接下来就要进入一段石鱼里的山路, 由于山路陡滑, 战士们都累得喘不过气, 特别是患有肺结核的崔建国, 更是感到呼吸困难, 却依旧在咬牙坚持。 但就在部队打算翻过山顶时, 崔建国却敏锐地突然发现, 前面一百多米处似乎有抽烟的亮光, 判断出是敌人埋伏的暗哨后, 崔建国马上让一个小组绕到敌人背后, 自己则在正面吸引敌人注意。 当崔建国离敌人只有短短的三十米时, 他故意拨动野草, 于是敌人随即开枪, 与此同时, 藏在其背后的尖刀牌小组也猛然出击, 迅速消灭了敌人。 十七日凌晨三点, 此时尖刀牌已经逼近了敌人的核心位置, 但经过侦察得知, 前方有美军用轻重机枪封锁了必经之路。 见避无可避, 崔建国果断下令强攻, 带领全牌发起突然袭击, 趁敌不备, 一股作气占领了阵地, 然后固守等待主力部队抵达。 等到天亮时, 主力终于抵达, 但美军也开始转入战斗状态, 130团不得不将原来的穿插骑袭改为突击强攻。 期间, 美军的机群多次来袭, 为了便于分辨敌我, 美军规定地面部队晃动旗帜, 但崔建国舰状集中生智, 也摆动相同颜色的被单, 弄得美军飞机分不清敌我, 既不敢投弹, 也不敢开炮, 只好无功而返。 等到17日下午4时, 侦察牌再次接到任务, 仍旧担任尖刀牌, 在全营重火力的掩护下, 拔出美军高地上的四个地坡, 为全团经过打开突破口。 明白任务后, 崔建国立刻把全牌战士分成四个战斗小组, 于当晚在夜色的掩护下, 悄悄接近目标。 在距离60多米时, 敌军的四个碉堡终于出现, 崔建国下令战士们停止前进, 经过仔细观察, 他发现有一道几十米长的斜坡, 于是按照部署, 尖刀牌的四班五班和机枪班负责掩护, 他自己则带六班的七名战士分四组借助斜坡向碉堡前进。 然而, 就在海盛约三十米时, 一名战士不幸踩中地雷牺牲, 另有三名战士因此负伤。 看着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人, 崔建国并没有决定放弃行动, 反而下令一个人打一个碉堡, 向前猛扑。 下一刻, 四个人飞奔卧倒在碉堡死角前, 精准地把手榴弹塞进碉堡射孔里, 一声巨响后, 碉堡里还熟睡着的敌人被全部消灭。 在顺利夺取了山头后, 尖刀牌继续向大水洞前进, 并按照营长的命令, 迅速占领了大水洞西面的三个山头, 打死敌军数十人, 缴获数艇轻重机枪, 为主力部队夺取肃清了外围威胁。 但就在这时, 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 美军为了对付志愿军, 竟然使用了化学炮。 于是尖刀牌所在的九连再次肩服重任, 务必打掉敌人的化学炮阵地 和驻在此地的美军第38团团部。 一番激战后, 崔建国的尖刀牌和一排三班, 不仅攻占了美军化学炮阵地, 还切断敌人的南边退路。 自知没有了退路的美军, 立刻拼命突围, 双方于是展开激战。 期间, 敌人主力疯狂扑向尖刀牌所在的阵地, 想从这里撕开突围的口子。 然而, 他们却挑错了对手, 虽然敌人连续发起了多次冲锋, 但都被尖刀牌击退。 当然, 尖刀牌为此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战到后来只剩下16个人, 且都有不同程度的负伤, 弹药也已经不足。 此时, 双方的兵力对比, 美军约是尖刀牌的40倍, 但崔建国毅然站出来, 鼓励战士们说, 吃进嘴里的肉不能再吐出来, 现在大家要准备和敌人单独作战, 每个人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如果我们没有子弹就用刺刀, 没有刺刀就用石头, 没有石头用牙齿要咬死敌人。 很快, 美军又一次大规模的冲锋开始了, 在敌人的凶猛火力下, 九连连长不幸牺牲, 崔建国马上带领连长指挥。 最后的一点子弹也打完, 崔建国于是带领战士们跳出攻势, 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由于他伸手矫健又汉勇无比, 连续刺杀六名美军, 连刺刀也被捅弯了, 而且弄得满身血污。 正好在此时, 崔建国又看到不远处, 有七名美军跑兵, 便端起刺刀怒吼着冲了过去。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七名美军见到浑身血迹的崔建国冲来, 竟然吓得当场跪倒, 举手投降。 而战友们在崔建国的鼓舞下, 也一个个热血沸腾, 英勇作战。 混战近四十分钟后, 赶到的后续部队, 终于将敌人全部消灭。 这一战, 崔建国一人就打死敌人三十多人, 吓得另外七名美军跪地求饶, 缴获一门化学炮, 两个火箭筒一艇重机枪, 两艇轻机枪, 不过也因此导致全身四处负伤。 战斗结束后, 崔建国荣立特等功, 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他的英勇事迹, 后来还被改编成连环化, 广为流传, 成为那一代人永远的传奇。 不过也因此,